好了 那下一步 既然有地区就会有国家 所以选到它 请选它 复制 贴上 好 直接把它搬过来 这张图我想要画的是 群组横条图 群组横条图 你看可以任意的自由去改变 任意改变 好 那接下来请把这个群组直条图呢 这个地区是不是应该改成国家 对不对 因为地区 然后下一个阶层就是国家 好 那我们就想要知道 那亚洲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是我们的主要的依赖 进口依赖 对不对 所以请把国家 拖曳到这个轴 上面 对不起 把这个 我先跟你们特别讲一个 讲一个情形 就是 就是国家拖曳到地区的下面 它这边就会自动建立这个阶层 阶层你们知道吗 刚刚是不是有时间阶层 现在我要讲的是那个地区 国家阶层 可以吗 好 那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重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 这个地区啊 请把它关掉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假设我们今天去看 这个亚洲 亚洲这边主要的三个国家就好了 三个国家 这字 这个字我知道 左边这个字很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请问应该动的是 因为它是有横条图 对不对 请问你觉得要把这个字变大 是应该动 X轴还是Y轴 因为它是横条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格式 然后请动X轴 然后请把这个标题要先拿掉 标题 因为我不要这个国家 这一看 你看到那个中国大陆 日本这你就会知道 它就是国家 好所以先把标题拿掉 拿掉标题之后 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把上面这个字的色彩 我要改成黑色 还有大小改成12 对不起 它改了 那之前的版本它是X轴 现在它变成一样同时叫做Y轴了 好 那我就必须要去动 因为横条图是 那个X轴还是在这边 好 那我就去动我的Y轴 现在把标题关掉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是不是就会变稍微大一点 好 所以你看 当我现在我点选这个亚洲 好 我可以发现 就是说前三名 第一个是中国 第二个是日本 第三个是新南下的18个国家 可以吗 那么好